徐委員好 部長好 2020年行政院頒布了公務機關使用的產品 包含軟體硬體服務 都禁止使用大陸廠牌的資訊 資通訊產品對吧 是 那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馬文鈞委員趙偉 他也提到了貼牌的記錄器 可以看到行車記錄器 可以看到最近包含是 逆變器、路由器、工業電腦 然後包含華為產品 還有我們的行車記錄器 也都是內容裡面可能有中國大陸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剛才馬文鈞委員也有提出 我想請問一下 右邊上角的紅色的標籤是什麼 包委員這是我們的 這個資訊產品的管制標籤 對 它是你們資訊產品的管制標籤 也就是說這一台行車記錄器 其實是屬於我們國防部所有 好 那我們在淘寶上面可以看到 淘寶上面賣這一台一模一樣的規格 只要台幣310塊 而且呢它還是中國大陸製作的 所以300多塊我們是不是不僅用到的是 中國貨還被廠商坑錢了 這一點你們要去思考看看喔 再來請問一下部長 這一個消息被披露之後 請問圖上的這一批現在去哪裡了 我是陸行部參謀長 那我最主要是這個 這一批的部分的話 在這一次我們的整個上禮拜五之後 在依據國安部的清查 那這一句的部分不在我的列館裡面 那因為我上一次的時候 最近期啦 對委員辦公室 主要是對我們110年的這個購案 總共要買了 那這個去哪了嗎 這個基本上要請 因為上面有貼管制標籤 剛剛你們也說啦 所以是國防部的財產啊 我隨便一個人 我可以去貼這種管制標籤嗎 那就變違法行為啊 我現在問這一批去哪啦 因為這一批不是我們陸行部所採購的 那誰採購的呢 整個國防部 委員好我是連六市長 連六市長 我們上禮拜啊 這個委員您所在媒體上所揭露的這個 行車記錄器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個全軍性的一個清查 那目前我們是的確是有查到部分的 行車記錄器 這這一台嗎 我現在先問這一台嘛 一個一個來 我們要回去再查證 已經都多少天了 你們還沒有查到 我們針對大陸的這些 目前所製的這些行車記錄器 我們是已經有先下架了 這邊要先跟委員報告 多少台下架了 目前下架 我們還有一些還沒有查完的是 內建在裡面的 目前下架了多少台 目前下架了大概是800部 800部啊 好 那這個還沒找到 我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我們當初是沒有看到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下架的裡面有沒有含這一部 我們要回去查證 要回去查證 請給我答案好嗎 是的 因為呢我們買的通常啦 我不去講說 是跟這個我們辦公室聯絡的這一台 通常買大概2000多塊錢啦 通常的價格是這樣 結果人家淘寶上賣310塊 我們這不是很明顯被廠商坑了嗎 我們還用了中國貨 然後又被廠商坑錢 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耶 再來你們要去清查喔 這一款 等一下上面那一張 這一款 是不是在消息披露之後 有人員去把它轉移到了輕型戰車的輪 數輪車上使用 可不可以去搜尋這個訊息 報委員 你們有沒有查過了 這個 騎車記錄器它並不是 這個記錄器配附在這部 對它是領了用了 我知道 但請問有沒有這一台 它後來有沒有被轉移到 輕型戰術輪車上使用 你們有沒有查 如剛剛聯六次長跟委員說明的 只要是錄製的 我們查到目前全面都下降 那有沒有查嘛 委員說的 這個 這個是不是現在我們下降的裡面 我們下去求證之後跟委員說 對 然後你要去查什麼 不會去轉用 這一批如果他們還沒有被查到 有沒有被移到了輕型戰術輪車上 用領用的方式去處理 這個你要去查可以嗎 是的 好 可以喔 那回到剛才講的這個互唱公司 這個互唱公司 110年的時候 總計劃將近300萬的重酬案 我們看一下他的官網裡面 他的官網裡面呢 其實寫的跟行車紀錄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在下一張 其實剛才馬昭偉已經告訴大家了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由易坤來進口 許章月陶 他們是母子的關係 報關進口之後 供貨給互唱 互唱再投標給陸軍 陸情部 然後來做這個統籌案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問部長 這兩個 互唱跟易坤金屬工業公司 他看起來像是 行車MIT的行車紀錄器的製造廠商嗎 這應該是一般的 呃 呃 就沒有像是一個製造廠商 製造工廠的一個樣派 所以我們買的時候我們都不用查廠 啊 對 我 我 跟您報告 就是這一批 我們在當初這個 110年的時候採購的總共是 1321個 我知道 對 那這一塊的話 當初的是 基本上產商資格限定 並沒有說 他必須要自製 對 那你們沒有要自製 那你要如何檢查 他是不是MIT或MIC 那我們有產商的資格 還有這個相關一個 所以他說的算 那我們就去查查 因為當初的時候 這1321個 你們沒有查廠 我們當初的時候有這個旅院的小組 最後這 商品檢驗 對 商品檢驗 通通都有 那 所以你們去過這裡看過 也去過這裡看過 因為我們 不是 因為他沒有在那邊製造 他沒有在這個場地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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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他在哪裡製造嗎 他 當初的時候他的這個 交貨的地點 我們台灣 還有這個馬來西亞 台灣 台灣的哪一家 所以他的前面是誰交貨給他 誰交貨給互唱 互唱再賣給你們 你們在2000多萬的這個行車紀錄器裡面 你們有沒有問 這個是300萬 不是嗎 這個 這一次我們買 這個議題裡面是1321部是300萬 好 你有沒有問嘛 我就問說 你今天跟互唱嘛 有沒有這件事嘛 有 有 那互唱你也知道了 不是由互唱製造的嘛 他是進口商嘛 他是貿易商嘛 對 那誰賣給他的 你有在意這件事嗎 有去查嗎 那如果你沒有去查 你怎麼知道他給你的東西不是錄貼牌的 就不知道了嘛 好 我時間真的很不夠 來 我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這家互唱廠商 跟我們剛剛講的亦坤廠商 被列過多少次的黑名單紀錄 就基本上我們都知道這一塊 但是就正不採購 他們是不是被列黑名單 他有這個所謂的廠商資格限制 對 不合格廠商 他有三個月或 部長 被列黑名單紀錄的我們國防部 來跟他們採購你覺得合理嗎 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已經說了 如果我們查到的這個結果 比如說像有地址 或者是有這一些 剛剛講的母子或 這些關係的話 我想我下去會來檢討我們整個採購 你們會檢討 我給你看這件事情多嚴重 來 採購的時候 採購拒絕往來生肖日 是110年的4月8號 看得到嗎 右邊 陸軍後勤指揮部 採購的時候是什麼 本案於110年4月8號下定 你把它列為 拒絕廠商的黑名單的同時 你跟人家下定 有這種道理 有這種事情 你們都不知道 回答一下好不好 所有人都不講話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這個案子 在這個 之前就已經得標了 得標了沒有錯啊 但是它是 已經被列為拒絕廠商了 你們沒有任何處理的方式嗎 因為後來是在這個4月7號的時候啊 開始做拒絕往來的名單裡面 不是嘛 在它之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完成公法 你們沒有 你們沒有解約相關的一些方式嗎 不可能吧 不要騙我們沒有看過政府採購法耶 我說 它4月8號被列為黑名單 你們的報告單上面寫說 在4月8號下定 這跟國人交代的過去嗎 部長 這個您是新任的部長 我不跟你追究 但是 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應該要查 而且很嚴重 我下去回來了解 是吧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吧 你都被列拒絕廠商了 然後你還當天跟他下定 代表你們整個國防部裡面 你們前後你們是搞不清楚狀況 或者是 有人在談髒網法 我不想直接去定義說 有人談髒網法 但是 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我想這個案子既然在110年那個時候 那我想 我們就 把這個案子調出來 好 再來 我們跟陸軍這裡在詢問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 來的 送給我們看的食品是長這樣 跟我們剛剛來的那台不一樣 來 請問為什麼給我們看的 所有的包含你們給我們的照片上面 都沒有管制標籤 沒有 這台這個在禮拜一的晚上 18動動到委員辦公說明的時候啊 因為這一台是基本上目前是一個備品 並沒有說 它是有標籤在盒子上面 盒子上 不用貼在上面 因為目前這一台的話 別台都要貼在上面 這一台不用 因為它在它的盒子裡面 盒子裡面在哪裡 我們要 因為你們沒有拍到那一段 我們會 後來之後提醒我們 我們去檢查的時候確實是有 請問一下 為什麼前面的要貼在 管 就是我們要貼在的是行車記錄器上 這個不用嗎 到底在哪 確實單位可能沒有把它貼上去 但是我們後來去檢查 單位這一個 拿去跟這個委員辦公說明之後 貼在盒子上幹嘛 確實有 在它的盒子上面那個地方 因為是 我們是 對 我們是會調整 因為我們是整個盒子拿過去 你們都會調整 你的意思是你們都會調整 最後那個 拜託趙偉再給我一分鐘的時間 我最後齁 我現在 唉唷 我東西放在那不好意思 我去拿一下 在桌上 我最後要講一下 你們所給我的 這份清單上面 關於當初 這個 你們的計畫清單 就是最後決標的這一份 因為抱歉我時間不夠 我沒有放在上面 你們有給我們一份是 這個行車記錄器 它的計畫清單 但是呢 我們有拿到一份 舊的 就是還沒有決標的時候的計畫清單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 本採購屬於經濟部投審會公告 據敏感性或國安資安疑慮 業務之範疇的服務採購 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 第三地區廠商含入資成分廠商 及經濟部投審會公告的資訊服務業者 都有公開 都不可以使用 但是你們在最後決標裡面 你們怎麼寫的 你知道嗎 我唸給你聽 你們最後決標的時候寫說 本案禁止使用中國大陸地區 產品或雇用中國大陸地區人士等等的 那可以終止契約 為非屬採購清單 主體之周邊配件 如電池電源線材等 應無違規顧慮 且產地限制取得不益 故不在此限 我最後詢問一下我們的顧部長 你們在合約上面寫這樣 你們在最後的這個清單上寫這樣 你覺得合理嗎 需要我再唸一次嗎 如果剛剛講不清楚的話 我剛剛聽起來的話應該是說 他沒有涉及自通訊產品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裡面的配件電池電源線材 可以不在此限 意思就是說 我們使用中國大陸製的 零件的行車記錄器是可以的 請問是可以的嗎 問題是現在的標案應該是都 都一律禁止大陸 對啊 但你們上面是這樣寫啊 部長我需要拿給你看嗎 這是你們給我的資料 這之前啊 之前啊 110年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去清查後續 因為後來規定改了嘛 改了之後你們還在繼續用嘛 所以你們應該要去清查 我不管是後來才改的規定還是怎麼樣的 但既然規定已經改了 你們是不是過往的 你們就要全面去清查說有沒有類似的這個情況 如果有的話要下架嘛 部長您同意嗎 呃 我看 呃 我去清查一下 剛剛委員講了170年的這個個案 然後另外就是說看什麼時候去改這個相關的這些規定 沒有 部長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再跟你講更清楚一點 在原本的齁 在原本的 另外一個還沒有絕標的計畫清單上面 他很明確的寫到說 不可以 它是屬於資安疑慮範疇 所以不可以使用大陸相關的這個用品 但是你到了最後絕標的時候那幾條被拿掉了 部長如果有需要我事後可以給你看資料 因為我今天時間不夠 所以是不是最後齁 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超過很久了 部長 多少時間給你可以完成全部的清查 給我們一個時間吧 您是說 所有整件事情 整個行車系錄器的事情 包含馬昭偉剛剛問的 包含剛剛那個管制清單 包含這個 包含是我剛剛所說的一切 你們需要多久的時間可以查出來 查明真相 至少給我們一個書面報告做說明吧 包委員 我們下去的 我們做一個確實的把案情釐清和想查 是不是兩個禮拜 好 兩個禮拜 謝謝 謝謝委員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然後先回應 機器 門va 零添加 票 多 資爾 可以